關係緊張之際 現在傳出說 俄羅斯總統普清 他在十月份要出訪中國 而且在這一次 他其實出席的是 一帶一路的高峰論壇 要請教蔡老師 一旦成行的話 就是普清他被國際法庭 因為烏俄之間的戰事 被通緝之後首次出訪國外 所以他現在是 中國要趕緊去拉攏友邦嗎 我覺得如果從經濟的觀點來看 他們是沒有道理可以合作 沒有道理可以合作 不是說他們關係不好 是兩個都缺錢的國家 不知道要合作什麼 因為對中國來講 他現在缺出口 他要去拜託俄羅斯 幫他多買一點嗎 俄羅斯沒錢 內需也不好 對俄羅斯來講 他也希望多賺點錢 他要希望中國 都跟他買些東西 再怎麼買 還是就是買石油 天然氣 所以如果從經濟層面 其實兩個國家沒有合作 兩個其實沒有什麼合作的必要 但是從政治來講的話 普京他現在其實沒什麼朋友 所以難得有一個在世界上 還看起來有點利器的國家 要跟他站在一起 他當然就會想要靠過去 對中國來講 他也不是沒有算過 我覺得畢竟俄羅斯 在民主國家裡面 他就是一個不好處理的國家 不好談判的國家 那對於民主國家來講 中國如果跟俄羅斯保持友好的話 至少讓這些美國或歐盟 這些國家來看 他至少是一個談判的籌碼 也就是說 我有能力幫你去跟普京 談些什麼東西 我想除了這個政治上的一些 合作的理由之外 坦白講從經濟上 我們是看不到合作理由 特別是一帶一路的國家 目前這個債務陷阱 其實他是越來越大了 所以普京去加入一帶一路 參加這個峰會 不知道是要證明他的陷阱 也跟著在擴大還是什麼意義 但是從政治上的意義 我想是非常非常明確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也看到之前 因為俄羅斯受到美國 SWIFT的制裁 有一些印象被踢出去 所以美中他們就開始去 想辦法合作一些人民幣 在人民幣的互換機制之下 是不是可以讓他們躲過 這一場被金融制裁的一個危機 還要看人民幣 他未來的一個走向 中國先請想要藉由這個金磚國家 似乎想要藉由這樣一個方式 去有點感覺上是要去美元花 把金磚五國變成金磚十一國 不過在最近其實看到人民幣 還是持續在走扁 非常的弱 對 那個人民幣走扁 其實我想我們對於一個貨幣的需求 我們不要說先一開始就談人民幣 對於一個國家貨幣的需求 不外乎就是說我這個出口商 我出口了以後 我賺了美元 賺了歐元 然後我要把它換成人民幣 所以會對人民幣就有需求 所以人民幣就會變得比較貴 就是我們所謂升值的壓力 這是基於外貿的需求 第二個是我們基於投資的需求 就是外國人要到中國去投資 他就要把他手上的外幣 不管我們是台商拿新台幣 我們是美商拿這個美元 或歐商拿這個歐元 要到中國去 我全部都要換成人民幣 當我要換成人民幣的時候 人民幣的需求也就跟著增加 所以這個是人民幣 也有升值的壓力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到中國去 我看好中國整體的市場 所以我要去那邊做 就是所謂的財務性的操作 財務性的投資 所以我對人民幣的需求也會增加 可是我剛剛講的這三個增加 現在都不見了 我的出口再往下掉 我的投資像剛剛陳彥分析師有提到的 這個美國商務部長講得非常直接 我就是對你這個國家就不信任 我的外商就不敢去投資 我本來想要去投資 我對你這個國家 政府的一個政策態度不夠一致 所以我會怕 所以我就不敢進去投資 所以在外面的不敢進去 在裡面的想要跑出來 這個國家的貨幣的需求 自然就往下掉 如果再考慮到像剛剛主持人 一開始提到的這個 避過遠的風暴 這個房地產的風暴 中國為了要解決這個房地產的風暴 他已經放了多少的貨幣出來了 也就是說當一個商品 我們先不講到貨幣 當一個商品的供給在增加 需求在下降的時候 這個商品的價格就會怎樣 往下掉 對 所以當人民幣的供給在增加 人民幣的需求在減少的時候 人民幣一定往下跌 所以當人民幣持續往下跌的時候 如果我們再回到剛剛我們談到 俄羅斯跟中國之間簽了這個貨幣的 這個互換機制 俄羅斯如果拿到人民幣 他會做什麼事 他應該會想要 想辦法把它換成美元 所以又會讓人民幣 進一步往下掉 所以你從這幾個因素來看 這個不是說 我們要去暢衰人民幣 而是從你從經濟效果 這幾個供給跟需求的效果來看 人民幣其實往下掉的一個趨勢 其實是越來越明顯 有可能 因為現在已經很弱了 所以還有可能在持續走變 這個是一個很好問題 就是過去大家會認為說 不用擔心 中國有很大的外匯存體 所以他有足夠多的美元 可以去維持人民幣的貨幣價值 可是不要忘了 中國的一個出口 也一直持續在衰退 中國的資金也一直想要往 內部的外資也想要往外撤 所以他們對美元 也想要把它撤走 所以未來 中國可以去干預這個貨幣市場 的一個外匯存體也好 或美元的部位 也會越來越少 所以中國去干預人民幣的籌碼 如果越來越低的話 他要再向過去 繼續去維持人民幣的一個 幣值的穩定 他就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重點是他付出這個代價以後 對中國會不會有好處 這個我們還要再持續去觀察 但是至少就目前來講 整個人幣從自然的趨勢來看 他是持續的往下的 那跟過去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說 過去是外國政府都還相信 中國是個還不錯 還值得投資的地方 但是你看到這一次 美國商務部長去 就知道說大家其實 對你的擔憂是非常深的 所以當外國的政府 外國的廠商 對你都有一樣程度的 擔憂的時候 那這樣的國家 要再去重建信心 如果他花的時間 需要很長的話 這樣的預期心理 就會使得人民幣貶值 會越來越嚴重 當人民幣這樣繼續 貶下去的時候 他最嚴重的當然說 對中國的影響是什麼 進口成本也就會大幅增加 對全世界 或甚至我們台灣來影響會是什麼 就是我們原來手上 持有人民幣資產 就會大幅的減少 所謂持有人民幣資產 大幅減少就是說 我今天我如果有放了 1000塊的人民幣定存 在銀行裡面 你都不要算利息 光人民幣的貶值 就讓你至少就損失 人民幣貶值的幅度 所以我想我們在對於 未來中國的投資 不管是實體的投資 或者是財務的投資上面 真的是要特別小心 這個人民幣貶值 對我們所產生的 這個損失的一個壓力 好 蔡老師 但我們看到 人民幣持續走貶的一個趨勢 恐怕還會持續 要不公開